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天氣 相信這一週的一開始 大家的心情都跟天氣一樣好 就今天的好天氣來看 各地都是輕道多雲的形態 而且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不用說其實會有一種 讓人來到夏天的錯覺 那在東半部的話 今天局部地方是有下雨的 主要是落在宜蘭跟蘭嶼 其中蘭嶼在中午一點到兩點 這一個小時之間是出現了 將近20毫米的實雨量 但目前都趨緩了下來 而西部天氣好 白天想當然的 就溫度的部分也跟著上揚 但是低溫的部分 卻還是讓人覺得涼冷 今天台灣本島坪 地的確最低溫 是降到了15.7度 地點是在苗栗的西湖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點 溫度也隨著太陽下山 跟白天是大不相同的 日夜間的溫差是明顯的顯現出來 雖然在這裡也就要提醒大家 適時的天價義務 至於未來的天氣 等等我們就先從 衛星雲圖一起來看看了 先前穩定的天氣形態 讓大家不管是出遊 或者是從事休閒活動 都相當的方便 而且以這一週的天氣來看 未來中南部的天氣 預估跟今天相比變化 是不會太大的 而這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我們附近的雲系不算多 縱然在北方是有一道雲系 但就觀測下來是相當的薄弱 但也不得不說 也因為目前的風向 還是以東北風為主 所以在桃園以北的地方 跟宜蘭地區 雲量會比其他地方來得多 降雨的機會也很高 所以要提醒在這裡活動的族人朋友 就要稍稍留意 這溫度的部分了 這天氣上的變化 至於溫度的部分 我們再從下山的地面天氣圖 以及趨勢圖一起來看看 目前早晚涼冷的溫度 是大家都有明顯感受到的 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大意 而這一週的溫度趨勢 提醒大家 從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紅色是代表北部跟宜蘭的區塊 而這個青色的部分 則是中南部地區 而在淡黃色的部分 則是花蓮跟台東地區 圖卡上可以清楚看到 今天到明天這一段時間 東北風帶來涼空氣 所以在北台灣的溫度 是稍稍降低了不少 但是就算有陽光的話 整天下來還是比較涼冷的 而從星期三之後 這東北風就會稍稍的減落 因為水氣還是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在北部地區 溫度回升的幅度 並不會太大 但其他地方暖熱的感覺 是會慢慢的顯現出來 而且是會更加的明顯 而且會延續到星期六 到了星期天之後 這東北風會再次的增強 到時候在北部 跟宜蘭地區的溫度 又會再次的下滑 涼涼的感覺又會再次回來 所以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這個時間點就要多加注意了 據部落裡頭 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 上海氣消 屏東的獅子牡丹根滿洲最低溫 降到19度高溫 是來到了28度 泰武來一根吹至最低溫 18度高溫 29度 三地門屋台跟馬甲最低溫 降到15度高溫 29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10度 高溫是來到了28度 日夜間的溫差的 加以達里山 溫度數在10到28度之間 同樣注意日夜間的溫差 南諾的部分 這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7度地點 是在深海的高溫 28度 台中的和平 溫度數落在10到27度之間 苗栗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15度高溫 是來到了26度 昔日的原鄉 最低溫降到11度地點 是在堅持高溫26度 北部地區 宿來跟復興最低溫 15度高溫25度 宜蘭的大通跟南澳 最低溫降到4度高溫 是來到24度 注意短間雨時 花蓮的部分 新陳花蓮 是跟吉安最低溫21度高溫25度 宇蘭跟萬榮最低溫是4度高溫 25度降雨期會最高有8成 受峰跟峰冰最低溫19度高溫26度 宇蘭光復跟瑞穗最低溫 降到19度高溫25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 最低溫降到9度地點 是在駐鞋而高溫25度 台東的海岸線 最低溫降到20度高溫 27度降雨期會最高有8成 縱谷地區 最低溫降到15度地點 是在海端而高溫26度 陸業台東市跟北南 最低溫18度高溫27度 南洋葵地區最低溫降到17度地點 是在駐鞋而高溫27度 楊美島住人的藍雨溫度 速度在22到27度之間 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18度高溫是來到了24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樂氣 天氣上我們分成幾個部分來看 星期三之前在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雨量稍多 偶爾還是會有零星的雨勢發生 但是影響不會太大 而溫度的部分也會涼冷許多 而從星期四開始到星期六 這一段期間 這陽光露臉的機會很高 當然白天的溫度就會比較暖熱 而到了星期天 在迎風面的地區 水氣會再增加 在北部跟整個東半部地區 降雨的現象 預估又會增添不少下雨的機會 正月日目前以及未來一週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身心平安 感謝老外帶來的七項資訊 以上就是今天的原始晚安報新聞 如果你有任何的新聞題材 請撥打原始專線 我是主播安 感謝你的收看 祝你平安再會 山省 將在北部跟驚喜 在北部跟驚喜 蝓 嘍 嘍